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据日本共同社29号报道 美国政府已批准向日本出售增程型联合防区外空对地导弹及相关设备 这将使得日本航空自卫队具备射程近1000公里的远程对地打击能力 专家表示 此举再次暴露出日本军事大国野心不断膨胀 美国国防安全合作局网站信息显示 日本政府已要求购买最多50枚AGM-158B-B2增程型联合防区外空对地导弹 除了导弹本身外 还包括JASSM抗干扰全球定位系统接收器 训练弹和导弹储运箱 相关的备件 消耗品 软件 技术文件 以及后勤 运输 保障 维修 技术支援等服务 预计总额为1.04亿美元 美方声明称 这些导弹通过日本航空自卫队战斗机搭载 使得日本航空自卫队通过先进的远程打击系统具备防区外打击能力 从而提高日本应对当前和未来威胁的能力 目前日本主要作战飞机都具有搭载该型导弹的潜力 航空自卫队的F-35A战斗机 以及配备在出云号和加贺号航母上的F-35B 也可以通过外挂携带 但会在一定程度上破坏隐身外形 另外一种方案是集成到F-2战斗机上 这是一种主要用于对地对海打击的战斗机 在F-16的基础上放大研制 可携带大型对地载荷 不久前日本媒体还报道说 日本防卫省正考虑使用川崎C-2战术运输机 投放安装在托盘上的对地打击巡航导弹 那么从日本来说的话 现在就是在寻求陆海空三位一体的 攻防兼备的导弹打击体系 那么对于美国来说的话 我们都知道它有一个太平洋威慑计划 就是要在韩国日本等国 部署攻防兼备导弹体系 这种武器一旦进入到日本航空自卫队 我觉得它肯定是平时 是由航空自卫队来掌握运用 但是一旦有战争需要有冲突的话 它肯定会归鉴于美国的指挥控制 所以这是美国放虎归山 放纵日本发展进攻型武器的一种具体的举措 那么表面上看 日本航空自卫队拥有这种能力 但实际上是美国在日本成功地部署了这一型导弹 那么对地区的影响显而言是极其负面的 同时日本对安保战略正在发生重大调整 所以引进远程打击武器包括空射的巡航导弹 也是它安保战略转变的一个具体的步骤 对于地区国家来说的话 必须保持高度警惕 美国国防安全合作局还披露 这批增程型联合防区外空对地导弹的主承包商 将是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 事实上美国的扶植还不仅于此 欧美多家军火巨头近来被爆 正在将亚太地区的业务重点从东南亚转向日本 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 已经将其亚洲区总部从新加坡迁往日本 英国航空航天系统公司的 则是要从马来西亚迁至日本 日媒认为欧美军火商的这番动作 一方面反映出他们对东北亚地缘政治局势变化的关注 另一方面也是看中了日本大幅增加防卫费带来的商机 根据岸田政府的计划 2023至2027财年 日本防卫预算总额将达到43万亿日元 是此前五年的1.6倍 这43万亿日元中有5万亿日元将用于采购远程精确打击武器 9万亿用于现有装备的维护 与此同时 日本极力迎合美国的所谓印太战略 并利用这一战略实现自己的能战野心 首先通过新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三份安保政策文件 简称三文件 谋求获得对敌基地攻击能力 突破和平宪法约束和专守防卫承诺 标志着战后日本安全保障政策的重大转变 紧接着 日本就着手逐步让自己能够打得更远 今年2月 日本宣布从美方购入400枚战斧巡航导弹 预计将在2026年度起列装自卫队 此次向美国采购空对地导弹的项目 只是作为临时过渡 事实上 日本已经在未来5到10年规划了三步走计划 第一 要把日本自产导弹 一二式地对舰导弹的射程增加到1000公里左右 并从2026年开始部署 以用于攻击敌方机制 第二 要研发高超音速导弹 专门对付海上和岛屿目标 第三 要从美国引进海基的战斧巡航导弹 综合日媒报道来看 2024财年 日本政府将向国会申请总额达7.7万亿日元的防卫预算 再创历史新高 新财年的防卫预算的主要内容包括 新设联合司令部规模240人左右 将负责统一指挥陆上海上和航空自卫队 新设F-35B战机部队服役后将由完成航母化改装的出云级搭载 新造多艘驱逐舰补给舰及无人艇 继续与英国意大利联合研发下一代战机 并推动弹药库等设施的建设 此外在美日韩领导人戴维莹会晤期间 日本防卫省与美国国防部签署文件 双方将联合研制新型导弹 用于拦截高超音速武器 专家指出 日本在亚太乃至全球范围内推行包括军事互动在内的所谓安全外交 既无意东亚安全 也不会构建出对日本有益的安全环境 随着日本的核污染水排海 渔业 美妆业 旅游业 餐饮业等多个行业都遭受重创 多国连锁反应明显 随着日本正式打开向太平洋排放福岛核污染水的阀门 日本渔业和水产加工业首当其冲遭到直接打击 日本水产品因核污染水排海而形象受损 价格也应声下跌 部分产地的鲍鱼价格较去年同期降价30% 扇贝价格也出现了走弱的趋势 甚至日本民众也拒绝购买福岛产品 同时核污染水排海事件也对日本化妆品产业产生了负面效应 导致部分消费者流失 据中国海关总署数据显示 今年5月开始 从日本进口的化妆品就开始出现明显下滑 其中6月的进口金额同比下降8.4% 7月的进口金额同比大幅下滑30% 在业内人士看来 日本排放核污染水的相关舆情会进一步影响日本相关化妆品品牌的销售 8月25号 多家日系化妆品品牌就是否会受到核污染水排放影响 紧急作出回应 虽然品牌商在极力向外界传达产品安全可靠的信息 但在业内人士看来 消费者的顾虑短时间内难以消除 而这会影响销量 让本旧销量承压的品牌方雪上加霜 8月24号和污染水排海之前 日本是中国国庆假期热门的旅游目的地之一 疫情前 中国持续保持日本第一大入境目的国 同时日本也是中国第二大出境目的国 中国游客对日本旅游业特别是入境旅游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两周之前8月10号 文化和旅游部公布第三批恢复出境游团队游的国家和地区 当时日本是名单中搜索和预定最热门的目的地之一 然而在日本启动核污染水排海之后 部分原本计划赴日旅游的游客出于安全考量 改变了旅游规划 相关线路的热度有所下降 有旅行摄像记者透露 目前赴日出境游确实有客人退团的情况 也有客人表达了对于前往日本旅游的担心 据香港工联会公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 51.9%的受访者表示将减少赴日旅游 日本核污染水排入大海后 韩国游业也受到严重影响 韩国水产市场空无一人 与此同时 韩国部分消费者和零售商开始囤积海盐 他们担心日本的核污染水 会让韩国产的海盐受到放射性物质的污染 影响人体健康 为此不惜高价抢购 今年7月份韩国政府就决定用3500亿韩元 约19.4亿元人民币补贴 因日本排放福岛核污染水而遭受损失的水产业商户 同时把水产品储备预算提高了两倍 以储备水产品应对未来市场可能出现的动荡 韩国政府还计划投放640亿韩元 约3.5亿元人民币的水产品优惠券 促进水产消费 不过韩国民众对此并不买账 据韩国全国渔民会总联盟预计 在日本核污染水排海之后 韩国水产品的消费大约会减少50% 29号在韩国冀州岛 当地世代以补鱼为生的海女和渔民们 穿着桑服举行抗议 他们表示因为核污染水污染了大海 等于被剥夺了生存权 渔民们焚烧着穿过的桑服和水产品 敦促冀州岛之士 召见日本总领事进行抗议 虽然核污染水没有立即流入冀州前海 但是排放30年的事实 让一生都要在海水中工作的海女们 难掩心中的不安 参加集会的人员还指出 无论有什么样的理由 日本政府将辅导核污染水排放入海 都是令人无法接受的 参加集会的人们敦促 韩国政府动员所有力量 阻止日本将核污染水排放入海的行为 应该向日本提出正式抗议 要求日本停止向海洋排放核污染水 同时向国际海洋法法庭提起诉讼 采取一切可能的应对措施 首先日本股票所兼核污染水排放入 몸冷闯陽光我们抗论 中国政府安全方法提出 自核污染水排海开始后 周边国家和地区纷纷用实际行动作出回应 通过暂停进口 加强检测等方式表达担忧 泰国《曼谷邮报》报道称 泰国决定对日本进口海产品加强安全监管措施 抽查的样本量将增加一倍 英国媒体报道称 日本的排海行为引发了国内外的焦虑和愤怒 各地渔业团体普遍担心他们的生计会因为海鲜滞销而受到进一步影响 美国《外交学者》杂志日前也发文警告 日本的排海之举正在引发焦虑 不信任 甚至地缘政治紧张 而这将给日本自身带来三重损害 30号韩国空军在朝鲜半岛西部上空与美军B-1B战略轰炸机等进行联合空中演习 这是韩军近年来与美军战略轰炸机进行的第十次联演 朝中社此前一天称金正恩猛批美日韩联合军演 据朝中社29号报道 在朝鲜海军节到来之际 朝鲜劳动党总书记 国务委员长金正恩 27号视察人民军海军司令部并发表讲话 以祝贺海军武装力量的全体官兵 金正恩在讲话中肯定了海军的重要性 猛烈批评美日韩领导人日前在戴维营的会晤 他表示由于美国等敌对势力鲁莽的对抗活动 如今朝鲜半岛水域变成了世界最大的战争装备集结水域 最不稳定的核战争危险水域 金正恩说当前的形势要求我们海军全力以赴 做好战争准备严阵一带 经常准备有事实挫败敌人的战争意志 贯彻落实最高司令部的军事战略 韩联社分析指出 这是金正恩执政以来 首次在海军节视察海军部队 这也是金正恩女儿金主爱 时隔三个多月 再次出现在朝鲜官方媒体上 韩国统一部官员29号就金正恩将韩美日领导人 贬称为暴徒头子仪式表示 这反映出朝方对三国加强安全合作产生危机感 对于金正恩的最新讲话 白宫方面并未做出正面回应 韩联社29号援引韩国海军方面的消息称 韩美海军和日本海上自卫队 当天在朝鲜半岛以南的国际水域 举行了三方联合导弹防御演习 包括三艘装备了宙斯顿系统的驱逐舰 韩国的利古里尔号驱逐舰 美国的本福德号驱逐舰 和日本的宇黑号驱逐舰 演习模拟朝鲜发射弹道导弹的情境 重点练习三国军舰探测 追踪虚拟导弹把镖 并共享情报等流程 为在年内建立韩美日领导人会议商定的 朝鲜导弹预警信息实时共享机制 三国当天还检验了相关共享体系 与此同时 韩国陆军特战司令部 和驻韩美军特种作战司令部的特长兵 28号在江源道香阳郡 进行联合海上渗透演习 作为已知自由之盾 韩美联合军演的一环 该演习共有一百多名 韩美特战队员成长 结束海上渗透训练后 韩美士兵们将回到驻地 到下月中旬为止 继续进行近距离战斗技术 和特殊打击作战等多种训练 美韩两国上周开始举行 以知自由之盾军事演习 平壤方面长期以来 一直谴责此类演习是战争的预演 俄罗斯和乌克兰方面30号分别表示 29号深夜到30号凌晨 双方境内多个目标 遭到对方无人机和导弹袭击 当地时间30号凌晨 俄罗斯多个地区同时遭到袭击 俄国防部30号宣布 黑海舰队的一架战机 在黑海海域摧毁了乌军4艘 搭载多个登陆小组的军用快艇 登陆总人数多达50人 与此同时 俄防空系统在多个地区 击落数架乌克兰无人机 30号凌晨 普斯科夫州州长维吉尔尼科夫表示 俄罗斯国防部正在击退 针对普斯科夫机场的无人机袭击 机场在无人机袭击后发生火灾 四架伊尔76飞机受损 官方已经决定取消该机场 8月30号的所有航班 另据乌克兰媒体报道 当地时间30号凌晨 基辅拉响防空警报 当地军事管理部门说 俄军从图九五战略轰炸机上发射导弹 再结合无人机袭击 对基辅发动了自今年春季以来 最大规模的联合攻击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 29号发布战报说 在过去24小时内 乌军在巴赫木特 梅里托布尔等方向 与俄军继续交战 对俄军人员和装备阵地 发动了空袭 乌军还打击了 俄军防空导弹系统 火箭炮系统等目标 俄罗斯国防部则在 同一天的战报中说 俄军在库比扬斯克 红利曼 敦涅茨克等多个方向 击退了乌军进攻 打击了乌军弹药库 指挥所等目标 在特别行动区 俄方防空系统首次击落 敌方海王星反舰导弹 此类导弹只在摧毁战舰 巡洋舰驱逐舰 护卫舰以及轻型护卫舰 乌武装部队没能抵达目标 在不同地区 俄军击退了12次攻击 其中包括顿涅茨克方向 在那里 俄部队改善了前线局势 并用导弹打击摧毁了 敌人的火炮弹药车队 短短一天之内 约700名乌武装分子 及其大量武器装备 包括来自北约国家的 武器装备被摧毁 俄空降兵正在打击乌军阵地 无人机操作员 对炮兵火力进行校正 在扎布罗热方向 在炮兵的帮助下 俄军反击了乌军两次进攻 在敦涅茨克方向 俄侦察部门拦截了乌军 携带火炮弹药的军事车队抵达 坐标即刻被传输给进行 高精度打击的导弹兵 天还没有亮 摧毁目标并迅速转移至其他阵地 这是乌克兰武装部队进攻的又一尝试 这次进攻在通往俄军第一道防线的远郊就被阻止 与此同时在巴克木特附近的战斗仍在继续 乌克兰武装力量持续炮击 试图进攻俄军阵地 俄军侦察兵小组在机枪手的猛烈火力掩护下 击退了乌军的靠近 更多内容 因近来学生自杀事件频发 由印度高考之城之称的科塔市 正考虑推出学半天玩半天的减压政策 此前当地学生公寓改装了屋内吊扇 防止学生上吊自杀 但自杀人数却创下新高 对此当地补习机构表示 将在每周三实行上述新制度 让学生在周中获得休息机会 该市集中大量考试相关机构 许多印度学生专程赶来学习 近日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 确认发现全球首例蛇回虫感染者 患者2021年开始出现胃痛 咳嗽等症状 逐渐变得健忘和抑郁 直到后来 医生在手术中发现了真实病因 从他大脑中取出了一条长达8厘米 且还在蠕动的寄生虫 这也震惊了手术势力的每个人 经科学家认定 该寄生虫是一种常见于蟒舌体内的回虫 患者可能食用了带有虫卵的蔬菜 新学年即将到来 俄罗斯全国各地正在举行 孩子代替鲜花慈善活动 学生们不再为老师购买鲜花 而是用省下的钱帮助患病儿童 俄迪频道表示 该活动始于2014年 今年涉及约1000名患病儿童 在莫斯科州小镇 奥交雷的这所小学 学生把送花的钱省下来 帮助不能上学的患病儿童 一个轮椅 一些药品 对他们都是莫大的帮助 29号日本多地盛行高气压 气温上升 苗曲县和福岗县等地的最高气温 达到37摄氏度 预计未来几天 日本全国各地仍将持续高温 环境省和气象厅 已对19个府县发布了重暑警报 呼吁居民勤喝水 避免不必要的户外活动 据日本总务省消防厅消息 日本上周共有7424人 因重暑被送进医院 为去年同期的2.5倍 其中7人死亡 斯里兰卡的持续干旱 影响水资源供应和民众生计 当局表示 斯里兰卡可能会至少损失 3万公顷的稻田 大规模欠收威胁农民生计 斯里兰卡拥有超过2200万人口 其中约200万人是种植水稻的农民 水稻也是人们的主食 和最主要的农作物 专家将季风季节降水减少 归因于厄尔尼诺现象 干旱或将持续到10月 菲律宾国家气象局29号发布消息称 今年第9号台风苏拉 再次加强为超强台风 截至当天11点 苏拉行进至非北部 卡加严省阿帕里以东 180公里处海面上 中心最大持续风力为 每小时155公里 顺时风力每小时190公里 截至30号上午 苏拉已导致菲律宾超过 19万人受灾 其中4.8万人被撤离到安置中心 新亚洲问天下 感谢收看今日亚洲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